第五十八章 风洞 就算要隐瞒也没有用 满街这么多人 顾十八娘的来历身家好打听得很 更何况人家顾十八娘都亲口承认 自己是刘公子弟了 明摆着就是不再隐瞒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三人从彭一阵的药行出来 想到跟着小娘子只差一步 错过了有些遗憾 但总的来说还是很高兴的 爷爷 既然那顾小娘子才出城没多久 不如咱们快马追着 年轻人说道 不好 老者看了年轻人一眼 面上微微有些失望 自己这个长孙应该说 也算是后辈里的翘楚 但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那鹏掌柜说了 这顾小娘子家中长辈有样 此时正赶路归家 咱们如此冒失的前去拦路说话 实在是太失礼了 王掌柜对这个大侄子很是喜爱 忙开口说道 哦 我只是想看看 咱们能帮什么忙不 年轻人脸微微红了下 甚善当 老者看了他一眼 好了 既然知道顾小娘子去了哪里 就好办了 帮忙的机会多的是呢 爷爷 你要去健康 年轻人这次反应快得很 当然要去了 老者你须笑道 呵呵呵 瞧着吧 这要行进 很快就要热闹起来了 听老者这样说 王掌柜和年轻人对视一眼 同时摇头 不复 王掌柜面上浮现了几分优色 看着老者道 您这一路颠簸 不如在这里歇息一日 咱们再赶路 不行 老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与众心肠地道 红冰哪 这一次是咱们饱和堂天打的机遇啊 一定要牢牢地抓住 绝不能错过 强在别人之前 叫好这位顾小娘子 他说着 年轻又是一笑 呵呵 而且咱们也有这个机会 红冰哪 哪一天只有你一个人 得到了刘公高徒的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他出师的第一分药材 如今多少人都等着看我们饱和堂的笑话呢 老者说着话 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王掌柜和年轻人也跟着笑起来 爷爷 这个好消息 咱们为什么要瞒着呢 那些小人们上窜下跳的 看得我实在是窝火 咱们为什么不立刻就说 看看他们怎么受伤 年轻人有些愤愤的道 你以为这消息咱们瞒得住吗 老者看了他一眼笑道 此时无声 生有生啊 年轻人愣了愣 爷爷 你是说 别人已经知道 咱们买到真的刘公药了 老者点点头 看着小小的淡人流 也不少的小县城街道 只怕 已经不少人往这边来了 他神色一正 看着面前的二人 所以 我们要尽快赶到健康 查清这位顾小娘子的来历 如果不能请他到我们饱和堂 要做收他最大量药材的药行 记住 只能叫好 绝对不可以得罪他 像这种大药师 一旦得罪了 凭他一句话 完全可以借无数药行的力量 毁掉你一个药行 想要借给他利的药行 只怕是排着队呀 最关键的是 得罪了他 就等于得罪了他身后的师父 那才是真正的高人 王掌柜与年轻人 素容应声势 再不敢停留 扶着老者上了马车 二人翻身上马 扬边催马而去 扮着这三人前脚离开仙人县 后脚 河中县的董老爷就得到了消息了 你没看错 他问眼前的一个管事 手里还拿着切了一半的药材 没有 千真万确呀 就是素安 饱和堂的王老爷子 管事肯定的说道 他想到前几日 王掌柜来买药味果 心里很担忧 你说 这饱和堂 不会要算计咱们什么吧 毕竟让他们栽根头 咱们也多少有点干系呀 咱们是药师人 跟咱们有干系的只有药材 那些人士与咱们有什么干系 董老爷沉脸瞪了管家一眼 管家察觉失言 蒙低头认错 不敢再多说话了 董老爷放下手里的药材 想着这件事微微皱起眉头 王一章 听说这几年他一心养老作乐 连大门都不出啊 怎么突然来到仙人县了呢 他喃喃的道 在嘴里重复着 莫非前几天买到假药 不可能啊 一个假药哪里用得着他亲自出马呢 除非 董老爷呼的面色变了 难道 他猛的站了起来 东平 你快去 去仙人县找那个 嗯 他张口要说 偏偏一时想不起名字 那个了半赏 只让管事的也跟着急的冒汗 嗨 一路上心里还有些诧异 他自然知道彭一真 不过是一个林医出身的江湖郎中 靠着嘴皮子 混吃喝而已 听说前几日就耍了些手段 空手套白狼 得了一家药铺 弄去开了药行 庸人多作怪呀 送走那金城宝和堂的三人后 彭一真一直坐在大堂里发呆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难过 一会儿又傻笑 一会儿又苦笑 十八娘是大药师的徒弟 刘公的徒弟 据说刘公没有徒弟 十几年前突然消失后 大家都为他老人家的一波后继巫人遗憾至极 这么说他消失的这十几年是专心的带徒弟了 不对呀 以十八娘的年纪来看 总不会一生下来就跟着他学了吧 这件事太突然太神秘了 喂 彭一真 一个声音在他头顶响起 彭一真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 认的是董老爷家的大管事董平 此人最惯于捧高踩低 日常见了他们这些小大夫什么的 眼睛都长在头顶上 彭一真一向看得不顺眼 哟 董大管家呀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他虽然心里正不自在 但也知道生意人和气生财的规矩 站起身来含笑道 董平哼了一声 一眼扫过去 就看出这药行是要关门的阵仗 怎么 要关门了 照顾你一下 我正好缺些药材呢 急着用 你这还有什么药材 一样给我秤点 他说的 都能麻了一点 我忙着呢 但是我来说的 我这有什么药材的